再来看到日本大阪知名的旅游景点 道顿爵的人气打卡热点金龙拉面 因为立体的龙尾呢 超出了店铺范围 所以侵占临近土地 经过民事诉讼之后败诉了 那也在23号凌晨突然进行龙尾的切除作业 那可以看到被切断的这个金龙尾巴 断面被涂成了金色 那这个凌晨呢开始进行拆除作业 工程人员大约花了30分钟左右 那路过的民众啊都赶快拿起手机 拍下历史性的一刻